孫中山的全能區分和無權憲法 孫中山的全能區分的講法 要創造萬能的政府 是頗受到當時的一種世界思潮的影響 認為社會的問題越來越多 政府需要有充分的能力 在他的民權主體裡頭 有明白的說 這個政府就好比一個機器 那麼這個機器如果說越萬能的話 就能夠越創造當然比較理想的國家跟社會 但是如何要能夠有效的管理這個機器呢 他說一個小孩子都能夠管理這個大機器 就機器雖然很複雜 但是你操縱機器人不見得懂的機器 但是它要有能夠掌控這個機器的權力 於是要讓權力 機器再複雜要像一個小孩子 就要能夠操控它這樣就能夠操控 那麼於是政府必須是一種高度的 有能力的一個政府 那權力怎麼辦呢 要用國民大會 國民大會 因此 事實上 如果說真的實際上 國民大會 如孫先所講的 選舉罷免創之復決的話 國民大會的操縱萬能政府的力量 是會非常強的 強到什麼程度呢 這個 蔣介石到台灣來之後 從來不敢讓國民大會真正的心切 所以叫戒嚴 一旦 一旦這個 有台灣民選的國民大會 進民選代表 就找這些黃新界這些人 進入國民大會之後 立刻天翻地覆 就會注意到你 然後底下 立刻產生一連串的面貌 只要幾個人就可以搞得你 夠槍 中共也是一樣 從來不敢讓人大或者政協真正的掌握實際的權利 所以 情況是這個樣子 所以不要以為他的這個權力區分一定不可行 在理論上 事實上是 比國民大會是 國共兩黨都不敢讓他真正的實踐 這是一個 另外的話 就是 五權限法的問題 選舉罷免創之 行政立法司法 這個 監察跟考試 現在 一般也認為 那是一個 無聊的東西 三權限 三權分立就好 都必要無間限法 其實 回足中國的情況不然 中國的情況不然 你們仔細去讀 五五線草 以及相關一些 技術的發現 就是 他有兩點 一個是 官員必須經過考試產生 這一點 確實是符合中國的一個 傳統 否則 以這麼巨大的國家 官員如果 或是有考試的方式產生的話 至少 儘管有 去過考試的資格的話 會非常的混亂 所以 還好 國民黨在台灣 這一點上 算是繼續做了 否則 今天找的 命法 那找去 當然全部都是外事人當官 還有外的相關 權貴當官 中共今天也是一樣 開始要找這個東西 一定要必須的 公務員一定要進入 募金管考試 乃至於高等的文官 也要進入一定的考試 確定他的資格 否則 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 關係社會 各種走透流都會產生 另外就是 監察的這個體制 當時是 監察委員 是由各省選舉產物 跟到台灣之後 不一樣 因為台灣之後 監察委員 也無法從各省產生 都是變成一個 而監察委員 都是很奇怪的一個位置 當時是要 由各省的 他也是個民意機構 所以在 武權裡頭來講 立法、監察都代表一定的民意 再加上 國民黨會 這幾種方式共同之行 這個我沒有時間詳細的開展 只是簡單講幾句 就是說 對於目前流行的 認為說 武權憲法跟全論區分 這個講法一無是處 我都這麼看 我另外一段 有詳細講 在中國現在思想講的 沒有辦法詳細講 所以不幾句 講這個事情 那因為 今天我要講的 不是孫中山的 以思想為主 反而是孫中山的 在這樣子的一個思想裡頭 他實際的行動 他都跟他的 面對的困難 跟他最後造成 國民黨的改組 的問題 孫的這些想法 包括了全能區分 武權憲法 在當時根本都無法開展 因為那樣的 立憲之後才能做 當時還處於軍政府階段 並不無法開展 所以無從 談到他實際的運作 但是 他確實有他高瞻遠足的地方 那 而實際的狀況 是怎麼樣呢 就是 實際的情況 就牽涉到 中國在一些 軍人跟軍閥主政的情況底下 中國還要不要走 議會政治或共和國政治的這個路線 那孫 事實上大概在1920年之後 就已經覺得 沒什麼希望 沒什麼希望 那麼到了1922年之後 更是明白的是 表示了他 不會走那個道路 那麼到1924年 就是國民黨的這個改組 這時候 孫 其實是在摸索 他也不是想要完全抄襲 蘇聯的這個道路 那 他是在摸索他的道路 但是又能夠 他集中有力量 所以在 中華革命黨 改組為中國 國民黨之後 就是1919年之後 到1920年所訂出來的新的黨章 事實上就是孫跟這一個議員們的 一個角力的一個結果 孫要求比較多的集中議員 從他自己本身的立場出發 以及也受到了 新文化運動的自由民主的思想 就會要求比較多的民主 那麼 這就是變成 1920年11月講 自由化的國民黨黨章 那這個是 非約翰的文章裡面講的 從對於孫的這個集中效忠 改為對於黨的效忠 那麼 遜政的統治 黨治國家被刪除 總理 遜政統治跟黨治國家被整個刪除 總理的絕對權力下降 這是改組之後 第一次改組的國民黨 對 這個樣貌 那麼 這個時候呢 他是比較適應了 新文化運動之後 自由民主化的這個聲音 那麼 於是做 角度的是宣傳的工作 譬如說 在廣州的這一個黨務機構裡頭 它有相當高比的吧 差不多快三分之一吧 主要做的就是宣傳的工作 這個比的是非常非常高的 然後 上海地區是主導對於國外宣傳 在廣州 那麽 這一段是記者頭 可以說是 孫中山跟國民黨的原來的這些議員們 以及跟地方勢力之間的彼此的一個角力的一個狀態 那麼 這一段是記者頭 可以說是孫中山跟國民黨的原來的這些議員們 來治療 在此 他他們的意義 要提出一些所謂 越人治越 民選縣長的這些做法 但是 孫 另一方面來講 孫的軍政府 這時候是 陳九明把他營去國 造成 所以是在陳九明的勢力底下 裡頭 孫 陳希望 對於 祭方面利用孫的這種聲望 跟國民黨的聲望 另外一方面,又不要浪費被國民黨和孫所控制 這個問題下,國民黨有沒有可能進一步的發展? 事實上很困難 所以他成功做的,事實上是引導輿論的這些作為 孫的許多理想性的主張,在民國的前期 當時人認為是無法落實,或者太為高遠 結果落得了是一個破壞的名聲,不是一個欠損的名聲 事實上在辛亥革命之前 民間也曾經流傳說,孫文黃心不要來 這樣子的科癢 怕他們來 但是那個是,辛亥革命是比較如何歷史趨勢 主要就是清廷實在是支持不下去了 這是朝代的我 所以從中國歷史的朝代循環來看 勢必要垮了 那民國之後 而且駭人勢必要重新來掌握自己的命運跟政權 可能民國之後就更不然了 因為,辛亥革命是靠著民主主義而成功的 民國之後的民主或者民權的試驗 實在是不成功 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問題 所以這也難怪 孫的許多的一些主張 可能還為大家的支持 那至於他新的這種革命 或者說是君政、君政、宣政 當時也很難夠接上理解 所以早期結果落得一個破壞性比較重的一個目尊 五世之後他反而改進建設 這個建設 一方面當然對於心 這方面其實本來應該是他的強項 因為當時的中國 對於西方的理解最深的 他當然是首屈一指 另外對於如何把心的這一種事物跟中國結合來講 他也是首屈一指 所以在理念上來講 強調心理的 社會的一個物質的建設 那麼 但陳如廢約他所指出來 孫對新華運動的信息有限 他的心力主要是在革命的正直之上 一方面 他有許許多多的理想跟理論 可另一方面來講 他實際上的作為 他人生最大的興趣 是在中國的革命運動 所以他依然做許多的 這一個在各種勢力之間 中橫擺盤的這個工作 那麼 反而是國民黨的這個刊物 在這個時期 希望新其評論要統一重新 民國日報 對於各種新事物的這個宣傳 那麼 覺悟 讓大家關注新的群眾政治 這一方面產生了重要的一些影響 那麼 在新舊之間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群眾政治的問題 群眾政治就當然就接上了蘇聯的這一種革命的運動 新的一個做法 那 可是這個事情 在民國十四年之後 開始有所謂的變化 那 早期 國民黨是比較擁抱的 擁抱一段時候就開始發現 中間的一些衝突 那麼代季陶 開始論述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的不可共榮性 那麼孫去世之後呢 雙方的分別更為明顯 國民黨的主力轉向於小的這個期刊 那麼這裡面也顯現出 報紙跟期刊的一個矛盾性 報紙比較更多的要面對所有的大眾 其刊可以凸寫他自己的主張 那 毛澤東 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務長 他這個職務 還是光金慧所提議的 那意思也就是說 在 這是所謂容共之後 毛澤東事實上 是扮演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角色 那麼他是先起 創設革命導報 然後 在 這個之後是有問題的 政治中報是在革命導報之後 那 當國民黨 這一個 覺悟的這個刊幕出了問題 那 那 發現 要提 更進一步的分別行政於 政治中報的這個創刊 那麼國民黨那時候內部的分裂 也越來越明顯 也就是 刊物裡面也開始有不同的走向 那 講到這裡面 我們要回頭來 看一下 國民黨這個 新舊交流的過程 到底是怎麼一個 一個方式 最後走向煉靈化的震盪 那麼 那麼 就牽涉到孫中山的靈化 容共策連 跟國民黨的改組的問題 那麼 那麼 前面說過了 孫會走上這條路 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他的基本思想 始終不脫離民族民權 民生 可是實際的狀況裡頭 前面是遭遇到許多的挫折 因此 孫 慢慢 越來越有 更多的 要希望 跟學生聯合 跟群眾聯合 走上了軍政、訓政、憲政 以黨治國的這個道路 那 這個 是孫本來就有的一個傾向 也可以說是被現實逼出來的 那 而 列寧 對於中國的革命運動 一直非常注意 也很讚許孫中山的一些思想跟作為 所以很早就希望去影響 中國的革命運動 所以 那麼 孫跟蘇共的來往 其實也相當的早 親愛革命的時候 列寧村許孫的思想 然後十月革命之後 孫也去店祝賀 武士之後 國民黨報刊 就開始介紹社會主義 也介紹俄國的革命 所以 這個時候 其實 簡單的說 在五四運動之後 因為全面的反定 也 因為孫自己思想本身的 希望走向比較民主集中的道路 那麼 雙方的越走越近 那麼 孫在同時還在聯繫列強 可是列強始終讓他失望 包括日本在內 孫死亡 一直讓他失望 那麼 於是 來往 雙方跟蘇聯來往 越來越頻繁 那麼 到最後的一個代表性 就是 1923年 岳飛跟孫中山發表 聯合宣言 雖然 孫 還是其出來 中國的革命要走自己的道路 並不是要走蘇聯的道路 那麼 可是 岳飛表示 願意支持中國的革命 跟中國的統一 雙方的合作 那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轉捏點 那麼 與此同時 就是 中共的這個成立 跟中共的運作 這裏面 簡單的說 中共的成立 當然是以早期的李大釗 發起了社會主義研究的 在1919年之後 宣傳十月革命 那麼 新青年 在1919之後 又出專號 另外 美洲評論 就以明白 提出來 十月革命為社會進化的大關鍵 這些事情 都是注意到這個新興的事物 尤其是社會進化的這一點 十月革命作為社會進化的大關鍵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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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掠奪 以政治為法 立 成立 一切掠奪 以政治為法 立 為第一 成立 甚至 成立 成立 一切 軍政、殉政的想法 反過來是馬列主義跟中共的力量更作為一個革命的主導 反過來是拉了原來革命的導師、革命的最先嚴的孫中山、賈魯 開始這個味道 請注意這個意思 所以中共的這個成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麼把孫中山也拉攏過來之後 孫中山也沒有放棄他原來的東西 所以孫是在以三民主義的技術之下 要希望把中共的馬列中心走進來 也對於馬列有許多人批林馬 這個大家都應該多少知道 批林馬各式主義是一個社會的病理學家 並不是生理學家 在核心上他仍然堅持自己的主張 可是在黨的組織 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上來講 是充分地要吸收列林化政黨的作為了 所以雙方是越走越密 這裡頭當然有一個大的背景 就是反帝國主義的背景 這個一般知道比較多的就是所謂 加拿罕1908年7月加拿罕發表 廢除帝國主義的一切措施 跟援助中國的建議 當時覺得是更古未有的福音 西方這些國家向來自立的 這個殺人喝血 殺人頭讓自立的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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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呢 更不會有這種事情 更不會有這種事情 青年們非常之像 那麼當然古之裡面依然有他的問題 這也如郭哲宇先生所說的 在關鍵的地方上 他依然不要 蘇聯是不會放棄賀國的利益 這就是 巴伊克 來中國的 實際的外交談判 跟顧維軍這些人談判 就希望中國先承認蘇聯 以外蒙問題要求 如果不這樣怕 外蒙問題無法解決 那麼 越非來華也是要求 北京來承認蘇聯 那麼北京政府為什麼不敢 承認蘇聯呢 當然因為北京政府所依仗的 比較還是日本跟英美的列強 他一旦承認蘇聯之後 這個雙方明白是一個 敵對的陣營 那麼 豈不會造成 他自己政權的種種的問題 但是 最後呢 還是 這個承認 所以 北京政府 不是我們想像的 那麼一無是處 尤其顧維軍當時的談判 是非常為當過人所稱高的 說 站在中國自己的立場 盡可能要爭取 中國當時的立權 跟蘇聯的代表 有許多的交涉 可是一般民意 反而是一面倒地 傾向與俗惡 覺得是唯一的 對我友善的國家 那麼 最後在民意的這個 可以說是 影響底下的 民國十三年三月 中國協定成立 廢除不平的條約 承認外國為中國領土 中國可以贖回中東鐵路 這個是前所為有的 不過 郭靖穎的一個評論 還是很有道理 他說 其實蘇聯也是老胡勝算 因為 他也明知 他不能夠繼承 第二時期的 這一個種種的立權 因為他是革命 他是個革命政府 在法律上來講 他沒有直接繼承的 這一個必然的權利 那麼 而且 在實際的形式上來講 也 也困難 反而是 廢除不平的條約 拉攏中國的這個盟友 對他來講 對於革命的前途 蘇聯革命的前途 更有幫助 所以蘇聯一致老胡勝算 也都不是一個 單純的理想主義 但是 對於中國的民眾來講 這是更過所為有的 長期 配於不平的條約 第一個 因此 國共均表示支持 因此 那麼 1913年 1908年3月 共產國際成立 然後 9年3月 胡錦糠 至北京 鼓動成立 中國共產黨 所以 中國共產黨 完全是在 共產國際的鼓動底下 所成立的 當然 之前 有李大釗等人的 自主的這個宣傳為基礎 那麼 吳 金康 也看到這一點 就要以新青年 新奇評論等為基礎 那麼 陳獨秀 代傳賢 就是有名的代季陶啊 是 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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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還表示同意 所以 早期來講 國共是走得很近的 非常地近 都要為一家了 那 這點種種的 到了後來 就發現 一旦真正接觸上 之後 發現不死 也就是民主主義的路線 跟共產黨的 這一個國際革命路線是有衝突的 今年的就是一連串的變化 到了七月中共歷史中央成立 星期年有總統的宣傳 中共中央南城北里負責 經費直接不乃國際公集 之後就在各地社林市支部跟社會主義青年團 發動在上海發行各種的刊物 也開始成立各地的公會 還要招學生扶俄羅斯受訓 北京還有成立的馬克思主義教會 一連串的運動風起雲有 跟五四的愛國主義運動立刻的結合 所以愛國主義跟反帝國主義運動 跟這個要走這個新的革命運動 在當時就好像順理成章的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真的是 你很難的說怎麼回事 這個真是一個時代的風潮 這個 蘇聯的革命 然後五四運動 然後反帝國主義 這些事情一連串的結合在一起 那麼 於是 中國共產黨 不但成立 而且迅速地賣入 迅速地發展 在這個情況下 國民黨進一步地改組 我們黨也認識到這個革命的局勢的改變 然後年輕人那種強烈的反帝國主義思想 要求一種新的形態政治 真正主張這一個公理跟正義 這個人道的政治 那麼馬列主義在當時是非常強調這些事情 解放正義平等 這些種種 認為這個才是 所謂自由平等國外思想的真正的體現 而不是資本主義那種知識自立的 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的做法 於是 國民黨 國民黨 跟國民黨 有多次來回的交涉跟聯合 在國民黨國際的知識之下 中共本來是不願意的 這個像陳獨秀 當時是總書記 總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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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負責人 明明的名聲也變了幾次 就是 是反對 認為是要獨立的 在共產國際 要求他加入 有支持 當時確實是 要準備支持國民黨 作為革命的主要力量 所以像李大昭、陳獨秀、毛倫宗 這些人都加入國民黨 所以 請注意看 這個很有趣 國共之間的關係 比如說你們看大部分的片 你們會發現 譬如在抗戰時期 國民黨的軍隊裡面 都帶著國徽等 穿著國民黨的類似這些衣服 你要重新理解這個事情 對他們來講 這個事情不奇怪 我們原來國民黨的教育 讓我早期 第一次看到國民黨的軍隊 覺得你好像掛羊頭、賣狗肉 騙人的 實際上不是那麼騙人的 你看看了這段歷史來講 他根本原來是 在一起在股市運動之後 大家快速的一起發展 那麼 所以 那麼國民黨改組 那 所有黨員 將自由交給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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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華國民黨的時候 就這麼說了 可是他還摸索不到一個實當的道路 這個時候真有存 那麼 這裡牽涉到一個 效忠黨 跟效忠孫的問題 大家可能會早期奇怪 早期為什麼要效忠孫而不效忠黨 是不是孫的個人私心 我當時覺得不然 因為當時來講 國民黨還完全不成氣候 你要效忠黨 那孫也覺得過程裡頭 一再地遭遇到別人的叛逆 不認識他的這些主張 所以變成有這個說法 這個事情 為什麼能夠到 後來能夠改變 變成效忠黨 這個必須要說 你整個的 政黨的組織 這個必須要說 核心的運作 要有一個更具體的講法 才行 那這裡頭 所謂無產階級專政 所提供的一個藍圖 也就是說 國民黨當然不是 無產階級專政 意思就是說 因為原來國民黨 所謂全民政府 國民黨要代表 全民 其中的一個意思 沒有辦法真正的集中 尊在 其中的一個意思 所以 那樣子的情況的時候 他很難有一個 其中的一個意思 沒有辦法真正的集中 尊在早期跟自由主義的奮戰裡頭 或跟共和 國的體制奮戰裡頭 一再遭遇到這個問題 反而這個時候 列寧式的政黨 組織原理 所有的黨民黨 自由交給黨 這一點 為他們所適合 然後因為有的 共產黨 尤其蘇共的 一個例子放在前面 大家這時候知道 該怎麼走 原來還真的清楚 所以 你從前面的 包括我們 指定奴階 飛援案 所以一直在黨內 跟這些議員們 跟這些自由主義的奮戰 這個過程裡 可以看到 真是非常的困難 所以中國的革命 找到指定奴階 這個事情是非常關鍵的 我的 再次說 我的答案未必是 對 但不妨大家聽聽我的說法 聽聽這個問題 就是說 中國為什麼會走上這條道路 這個是關鍵時期 底下的發展是肢節 或是肢節 底下的發展 一旦決定之後 底下就這麼發展 那為什麼 所以我們特別畫這一點 為什麼中國會走上 這樣子一個 以黨治國 以黨建軍 以黨民政的這個方法 而事實上 國民黨的改組之前 始終就是不成功 所以也想盡了各種方法 要能夠讓他比較更加 早期的時候 或許不了解 要一個優秀的軍政組織 來建國的必要性 後來他也是明白 可是就是搞不起來 不但他搞不起來 其他人也弄不起來 這個確實是一個困難點 那這裡是不是 就顯示中國是必須要走到 列寧市政黨的道路呢? 恐怕是必須走到列寧市政黨 必須走到列寧市政黨 但是不是一定要走到 馬列主義的主張呢? 這也未必 這就分裂出底下的 蔣介石所主導的國民黨 跟馬列寧市政黨 蔣介石主導的國民黨 依然是列寧市的 這個組織為主的形態 那是一大改組之後的國民黨 那他一切的那個 原來的所謂紀律啊 強調主秀啊 主義啊這些 是從那個地方脫太好了 但是不准管他主義 他還是從民主主義的道路 這幾下還要進去說 所以是一步步逼上 這個國民黨一大的改組 那之後也改用了 今天白日起不再對共和國 武色旗效忠 不再對於議會政治效忠 以黨歌為國歌 所以我們今天大家經常笑罵的就是 我們的中華民國的國旗就是黨旗就是國旗 的源頭就吹在一黨 因為他已經變成了一個 這個一黨建國的這種政黨 所以 所以 到今天都是 這個台灣依然是一大問題 就是國民黨和黨徽怎麼跟國徽 國徽這麼像 那到底 除了國民黨 曾經代表中華民國 所以民進黨始終就是非常反對 一些 情感上是 並不認同中華民國 原因在什麼地方 因為中華民國後來比較的成立是 以黨建國 才真正像個樣 中華民國 否則根本就是軍華歌劇嘛 哪裡有什麼中華民國 一路上軍華歌劇 真正國民黨 像個樣 所以中華民國要像個樣 還是在 列明文化政黨之後 而且是 蔣介石再把這個權力奪回來 把 在民主主義化 把列明文化之後 中華民國終於像個樣 那意思 這個像個樣的 中華民國是 蔣介石用了一個列明文化的政黨所建立的 他是以黨建國 因此 黨徽當然就是 國旗的中央 黨哥就是 國哥 是這麼一個形態 那 黨國 黨國 這叫做有名的 黨國體制 以黨建國體制 黨國體制 就成為 後來的 中國現代史的 最大的一個特色 跟最核心的問題 到今天都 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中共也不知道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國安黨一旦垮了 大概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垮了 因為他是這麼建 那中華民國呢 那中華民國呢 在一起 國民黨 那當然是由國民黨代表國民所成立的政府 叫做國民政府 否則是 什麼叫做國民政府 那 那 一旦歷史 決定走上這條路之後 然後 國民黨就 快速地澎湊地發展 在一大概之前 其實 國民黨的這一個 財政組織跟軍事的狀態 也是一團亂 一團亂 充滿了問題 這個之後就像這樣 那麼 不能否認 這個大陸是司法蘇聯 的氣候 那 孫之後呢 孫 是不是 只想走這條路呢 也不然 孫 孫 到了最後的時間 還是去談南北和義 孫 孫 他就是在北上去議和的過程裡頭 然後這個肝命發出過世的 所以孫 這是一個多面性的 不容易 而是簡單的理解 不要簡單的 但是 可以有一個中和的理解 他 決定走上這條路 可是還是希望 這個是我們要 軍政、訓政、憲政、建國的基礎 希望你們北方的這些軍法 不要再靈完不靈了 不與完抗 要配合這條道路 我們能夠少打一些 不必 那麼 就是一定要 這個 完全都是 這個 徹底的 只是武力解決了 那麼 這跟北方的軍法也在變化中間有關係 對不對 軍法也在變化 那麼 直系事實上也在變化當中 縫系也在變化 那麼 那麼 馮玉祥根本 是很多地方是滿革命的 那 張作霖 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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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過程裡頭,國民黨的原來的舊這些分子多半是不反應,又是孫的高災怨主 而且也是他的滋望,也加以強力的,你們這樣也不行,一方面也相信,一方面也被迫 複雜的情緒底下,也是國民黨改組的 在1925年11月,至於成立了西山會議 西山會議就是國民黨所謂的右派,成立新中央,另外一個中央 要求國民黨去逐次化,國民黨在南方的政府不肯 於是就在孫先生臨前,臨城站錯,西山碧雲寺 那現在臨前開會,於是他們在北京成立 北京根本就是在革命勢力之外 所以大人會被認為是所謂的守舊保守派 那麼,蔣 蔣東正的角色很有趣 你們讀這個,是郭廷林先生讀給幹,很有趣 那早先其實也是對於新華藝人很有興趣 藍之於對俄國更有興趣 是跑到俄國走的一招之後 發現俄國其實還是民族主義的地去不掉 並不是那麼,或是好心 人家不相信 那蔣支援很強烈的就是所謂主張 一但發現俄國人這樣 所以他拿一個強線去誓言俄國人 說你們可不可以幫助我在外門練兵 俄國用,蘇聯用各式各樣的這個借口 那蔣就知道這個問題 你,假的,懂嗎?假的 你不是說外門問題難以解決嗎? 紅軍不能退嗎? 你幫助我在列國我們黨的軍隊 因為那時候有白鵝的問題 要把白鵝給趕掉 我幫你把白鵝處理 誒,會了 會了 講的你是講的 還是 所以講的 所以講本來不願意 走這個聯合聯合共 這個過程 所以講是很有意思的一個人 講這裡 只能講幾句話 在中間就是 張傑剛幹是比較中間派的 因為兩邊都要拉 光也要拉他 剛才他也不輕易表示立場 就講中間有他厲害的 他不輕易的出手 然後在東征 這個 對付商團 東征北發 這些過程裡頭 一再的 好 顯示 北發 北發 這個事情 是講所極力主張 因為他很清楚 這裡面是他最能打的 他只要能夠北發成功的話 只要能夠北發成功的話 局勢可以在他掌握之中 中共是不願意的 國民黨的左派有不願意 汪也多守之左 但是 他以一個中間派的姿態 就是 運過各種的運作 最後 在北發的過程裡頭 日益的掌權 也在北發的過程裡頭 國共早上決裂 講的這個 開始比達人工掌握決面之後 當然也不客氣 那麼 對於 汪就 這個 多方的去逐 又把胡漢民拉過來 這些種種 那 跟這個 右派有個結合在一起 走歸民 就屬於多道 但是後來 那 我今天比較著重講 是孫 中山的思想 跟前面 因為 重點就是說 為什麼要講 會走上了國民黨改組 一代這個之後 大概底下的趨勢就是 只是在 在 比較民族主義化的列明師政策 跟那種 馬列主義的列明師政策 中間做一個選擇 好 OK 好 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